圣若翰蒙难纪念 圣若翰是耶稣的表哥 比耶稣大半年 耶稣若是33岁蒙难的话 若翰蒙难时应该没有33岁 若翰是耶稣的先行者 女人所生的最伟大的 又在胎中成圣 一生也是做好人 帮助人走向耶稣 看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甚至他勇敢指证黑落德的目的 也是为他能悔改得到重生 但为什么他那么早就过世 不是可惜他没有时间 做其他的大事吗 他死得那么早 他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人都要死 但是有些人的死重于泰山 有些人的死轻于红毛 若翰的死是重于泰山的 因为他是为真理而殉道的 殉道者Martyr的原意是见证者 他为主耶稣基督赐真理做见证 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是 忠心的见证基督 这个目的达到了 就有生命的意义了 不论生命是长或短 圣女小德兰也只是活了24年 但是她的见证是多么的光辉灿烂 最后事影响多大 相反 活了很久的人 见证可能是黯淡无光 虚度年华 圣保禄宗徒说 即便我投身与火殉道 但是如果我没有爱 我的行为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只是殉道的行为 本身不一定是有意义的 一定要有为了爱天主爱人 这个动机 这也是圣女小德兰在她的神音小道里很强调的一点 不是我们的行为中 悦天主 而是我们行为背后的原因动机 这样说来 虽然我们或许没有机会像圣若翰一样的方式为真理殉道 但是我们若能以爱主爱人为动机 做每天的平凡的一切 特别在今天 我们俗化了的世界 这个爱变成对基督价值观的坚持和执着 我们就是基督最好的见证人 martyr了 主佑我们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浮船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浮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